现在在中心新春经常会看到一台很可爱的餐车 在卖小点心 这餐车的外表也是现在最流行的小型餐车 吸引很多年轻人来创业 原本在台北知名的饭店担任小主管的刘明县 因为怀念家乡的自然环境 因此选择回来家乡创业 骑着自己改造的餐车爬爬走 现在就让我们来看看他的小故事 放着清音乐制作者一份份典型 外观看起来相当特别的小型餐车 最近在中心新春受到消费者青睐 大家都称赞很好吃 就是他的东西都做得很新鲜 然后因为他每个礼拜有来我们这里的时候 我都会一定跟他高观一下 因为东西都是当天现做 而且他的这个吐司跟内馅 跟别人都特别不一样 都用最新鲜的食材做 所以我们对他的东西很有信心 然后每次吃也都吃得很开心 现在在中心新春 经常会看到一台很可爱的餐车 在卖小典型 餐车的外表是现在最流行的小型餐车 餐车主人是原本在台北知名饭店 担任小主管的刘明县 因为怀念家乡自然环境 因此选择回来家乡创业 驱着自己改造的餐车 啪啪噪 我们不敢说自己很文青 但是我们喜欢的是一种放松 然后走到哪都可以有一种野餐的感受 所以我们与其说我们文青 不如说我们是很喜欢户外的感觉 那在中心新春这边 因为我们很喜欢这里的地方人文 所以我们就特别到这里来尝试看看 那最近也有很多不同的文创发展 在中心这边发生 所以我们希望未来可以更融入这个区块 老板刘明县 因为本身热爱骑单速车 因此刚开始会坐行动餐车时 选择利用脚踏车来改造 变成一个属于自己特别的小型餐车 直卖小点心 来提供消费者有技术大自然野餐的气氛 因为我自己很喜欢骑脚踏车 那国外的话 其实很流行这种两轮的货用脚踏车 那在台湾接触之后 我就觉得蛮喜欢它的感觉的 我就一直在想说 我要怎么样在上面可以做一点自己的小生意 这样子 我平常很喜欢去露营 那我们自己给小朋友吃的东西 都是有自己先吃过 把关过才会给小朋友吃 那它也可以在我们的餐车上 就是很简单的去制作 变成说我们的行动力高 然后简便快速 可以给人家一个很轻松的感觉 虽然刚开始创业比较辛苦 但是对老板刘明仙来说 自己所选择的生活方式 除了可以体验不同生活品质之外 能够回来自己家乡创业 也是一件幸福快乐的生活 我们的未经过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 轢阅